正式開始 而且可以看到李韻如的接發球也是這一場比賽的焦點 李韻如接發球10分的話他是用9分半 都是用凡省寧 對 所以是非常新的打法 球位 這場比賽一開始一開局 李韻如取得2比0領先 李韻如連下3分3比0領先 這對於老蔣莊子院來講 應該是史料所未及的 尤其反拉還能變線 對 高級動作 偷長球 哇 高拋式的在最後在擊到球的時候 做一個突然性的偷長球 隱蔽性非常高 李韻如的發球 哇這個 我們 滑倒一哥啊 的機會球啊 其實這場比賽雙方 兩位選手的特場其實都差不多 都是反手比較 偏 優勢 都是 正手稍微 多久 都 超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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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5 這個進攻選擇的線路是非常聰明的 要搶第一時間的時候去加旋轉走到莊智淵的中路的位置 讓他要反拉或再防守都是非常不順手的 好 連下兩球 兩位選手剛好是各式左右手持拍招板對決 在正守衛也逮住路線直接做一個反拉 雲露的預判球他已經橫移在那邊等了 所以反而是要打雲露的話 你短的你不用去打那麼多 你反而你要主動的去跟他去打長球 好這一個剛剛講完這一個長球林雲露的回擊出界 雲露一比零領先林雲露的發球 反送您 藍單金牌冠軍戰 不賺的 偏高了 雲露發了一個不賺的 去使得莊智淵在擺短的時候拍面太往上仰 而且又稍微往上抬的情況下過往稍微偏高 是林雲露第三棒的機會 主要要發力哪一條線路是比較順手的 他就在那邊等 甚至是挖一個洞就等你跳了 好在第二局莊智淵很明顯的在戰略上面做了調整之後 又利用自己豐富的經驗線取得7比2領先 林雲露發球 這個球莊智淵沒過 對 接發球想要去換一個調打的方式 可惜了 反手擰接發球最怕的就是你大幅度橫移過來之後 你反手是一個大空檔好住 對 好 第三局開賽 莊智淵沒過 林雲露搶回1分 1比2落後林雲露的發球 車上 對 好球好球 就是要發策探 打上旋不要跟資源去打下旋 而且左右兩邊的變線打得資源有點疲於奔命 這場比賽目前在這一局打成2比2平手 哇 偷長球 3比2 這個就是非常的聰明 這個就是經驗 用餘光在球拋起來的時候 用餘光去判 判斷或預測 林雲露可以先位移的情況下 去發他反手位的強拳 好 這連續幾拍的強攻 張智淵也很順利的取得了這一分 林雲露發球2比4落後 現在在打相思球 雲露反而比較積極主動的變現 這一球 莊之源那麼熟悉的反派沒過 他自己很懊惱 對 下旋 這個就比較不好 對 打球 4比6 林雲露的發球 落後3個球 4比7 4比7 好球 7比5 可以看到 我們小將李雲露 還是問題是出在他的正首位 正首位的進攻 還是 對 那麼男子單打的同拍戰也正在進行 但是好像 陳健安是不是因為有傷的關係棄賽了 我們現在在做進一步的求證 好 我們再把交點拉回到冠軍男子單打的金牌之陣 好球 好球 一個側身反拉對腳線 104 105 106年來 全中藝 國中男子手 他是連拿三屆的金牌 所以年輕小將碰上了老大哥 好球 這場比賽 不管輸不管雲 尤其是輸 那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人生經驗 對 沒錯 你碰到的是我們的 國內的第一流的好手 莊子緣 好球 好球 這個被擠壓到還有辦法去走直線 真的是非常不簡單 剛剛為各位提到的兩位 雲如的發球1比3落 雲如也想第二板發球之後馬上起快板進攻 對 但是雲如沒有必要這麼勉強自己去側身來去做進攻或反拉 因為雲如的反手是好的 所以可以站在中間位左來左打右來右打 好球 加段 2比6 回擊出界 2比7 莊子緣 7比2 領先 雲如的發球 從第二局開始可以很明顯看到莊子緣正守在進攻的時候刻意的去把點去加快 所以 使得在防守端 李玉玉會稍微比較被擠壓到 對 被迫一定要去跟莊子緣 發球 站位太後面了 在上一板成功反拉的時候 站位沒有適時的去往前再補一步 相對來說雲如的回擊非常漂亮 對 Lucky 哇 一分是插邊一分是插網 對 哇在11分的賽制裡面這樣就很巨大了 對 好 好 林雲如發球 仍然是6比4的領先 好球啊可惜了 而且連續幾板的進攻 鍾志淵是非常聰明喔 從慢動作就可以看到他刻意的去加旋轉 而且刻意的把弧線去加高喔 對 盡可能去 誘導林雲如稍微重心往上的起伏喔 對 再加轉 對 可惜 這件非常豐富喔 否則前面幾板雲如的這幾個變線 挑得非常好 對 看莊子緣剛剛這球殺得非常的猛 而且非常清楚知道 林雲如喜歡打快喔 嗯 然後你給的越轉 他越快不起來 所以在中遠台再連續進攻 在沒有站好的情況下 志淵真的非常有經驗 就只加轉 而且刻意把弧線去往上加 這個 叫考驗雲如場邊的教練 他也是我師父 雲如的教練 場邊教練呂寶蓬 也是我們台灣的老國手 是 然後我以前就是遇到他 我才 開始突飛猛進的 所以他是我的恩師 是 所以同樣的這個 你也指導過 林雲如 然後你的老師 你的師父 呂寶蓬 呂教練 現在也在指導 林雲如 所以林雲如我們期待他後面的 整個桌球生涯的發展 為國爭光披荊帶贏 那是指日可待的 對 年僅16歲 好 這一場比賽從一開始 林雲如取得了這個4比0 5比0領先的優勢 到現在雙方打成了6比6 所以在這一局 對於莊志願來講獲勝就拿金牌 但林雲如呢是頑強的抵抗 對啦 好球 可惜了哈 但是非常精采 不轉了 好球 在扛住 志願進台的調打之後 成功的回擊到志願的中路 成功的擠壓到 6比6之後 現在雙方又繼續打成了7比7 我想對於張志願本身來講 這一局 要盡快拿下取得金牌 對 因為跟這種小朋友沒什麼好拖的 對 一不小心小心 夜長夢多 對 但是問題偏偏碰到林雲如 現在一直不但咬得不放 而且還實而領先 對 如果這一局如果沒有順利去拿下來 讓林雲如這口氣喘回來的話 哇 結果是怎樣 應該沒有人預測的準 對 好球 又是一個強點的陣手 快拉 緊張了 這一局等於是關鍵局 這個雙方從6比6打成了8比8 一路僵持 庄志願這局拿下 就能獲得本屆全英會的南丹金牌 太著急 太著急 8比9 那麼這也是本屆全英會桌球的最後一場賽事 所以包括所有的裁判評審 包括所有的球員教練 大家都在現場觀戰 對 哇 插邊球 這個Lucky 哇這一分插邊很巨大了 因為眼看是完全被動的情況下 對 好 好 再度比數打到了9比9 從6比6一直平手到9比9 庄志願要拿下本屆南丹的金牌 面臨到小將林雲儒的頑強比 加賺 直接接發球直接吃旋轉 這球沒有進去 庄志願自己搖搖頭 覺得可惜 10比9 好 李雲儒這一局的game point 側上 哇 連續 李雲儒發球 哇 志願這個選擇的防守也 偏保守一點 李雲儒一開賽取得一個1比0的領先 繼續的發球 走中路 剛剛那個球一回擊林雲儒就知道不對了 對 不但偏高而且給了張志願非常好的扣殺的機會 對 因為 有稍微觸到一點球網 對 所以回來就是發側上去跟志願去打上選 好球 是一個小插網之後的進球 對 好 馬上示意 雙方搭成了3比3平手 連續三板的陣手進攻 雲儒一咬 莊志願拿下這一局就能拿下金牌 雲儒的發球 好球 又是對拉 哇 還是陣手位的對抗 對 雲儒的陣手還是相對的比較弱勢一點 對 好球 哇 好球 反手轉正手 再來 再來 好球 這幾個球前面 莊志願擋得是真漂亮 對 而且不但還帶反拉 好球 在中遠台的正反手的交叉運用進攻 但是在前面幾板也可以真的看到雲儒防守的穩定性 質量也慢慢的往上加了 這個時候看看雲儒要不要喊個暫停 是 發球之後第一板就搶攻 7比4 Net 不能拖 夜場夢多 對 趕快趁趁趁追擊莊志願這塊金牌 哇 又是一個 會把火苗熄滅的一個關鍵性的插網 插邊球 插網又插邊 又插邊 對 好 對於莊志願來講 這個Luckyball讓他取得了8比4的領先 對 出桌了 在揭發球直接盯住放出桌的機會 揭發球直接搶攻 9比4了 雙方從4比4到現在莊志願連拿5個球 連拿5個球 連拿5分 喔 志願也是比較大意喔 剛剛在揭發球只想補一板就沒有準備要回來喔 他認為這板林宇應該接不到 對 但是往往 可能被翻盤就是因為這一分喔 哎呦 可惜了 10比5 莊志願的match point 有了 有了 恭喜高雄